不論是來用餐或外帶民眾 業者一樣嚴格把關 量測體溫還有酒精消毒 在主廚的用心烹調下 推出一道道令人垂涎的美味料理 而且許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佳肴 像是畫面中的港式飲茶 傳統台菜 大約有70道菜色 現在都能透過預訂外帶 讓民眾在家就能像餐廳一樣 品嘗美食 尤其為了回饋鄉親 只要外帶滿一千就現折一百元 兩千折兩百 買越多折越多 做一些外帶的 然後外帶來講的話 就是有一些優惠 比如說滿一千的話折一百 那這個外帶的部分 我們品質上要怎麼兼顧 因為我們設計上方面的話 就是說一些不能外帶的 我們就不會推出 那適合外帶 我們就適合外帶的推出 因為餐廳在地經營超過三十年以上 是有口皆悲 所以時常吸引現在營眾 外地遊客專門嘗美食 當然累積許多忠實粉絲 即使疫情當前 還是新任業者直接到廠用餐 外帶 外帶 為什麼會想來這邊外帶 因為聽說這些菜不錯 不錯 這麼吃嗎 對啊 常常來啊 常常來喔 對啊 什麼都想要來 因為菜都會學 我們努當老人會都在這裡辦 對喔 對 現在要外帶你會搶多少 我會搶肉粽 菜籃粿 這個煎餅 是金門的菜 菜籃一直出新 他一直在出新 然後我喜歡他的環境 對 當然我喜歡他的環境 如果說 如果他要說有時候 因為疫情的關係 請你外帶的時候 你願意 我願意啊 我今天就外帶很多了 對 我剛剛已經先預約了 不會啦 他是我們宜蘭縣老牌的 那個衛生也很好 消毒都做得很好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餐廳熱賣的商品 就是傳統肉粽 干貝香菇大乳肉 外加鹹蛋黃 更是從現在開放訂購 業者希望透過外帶的優惠 來促進民眾消費 帶動商機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